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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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无忌救驾有功 由我来继承总舵主之位 少庄主 十二连环物的人 已经到了庄口了 那还不赶紧召集人马 通知唐家的二位兄长 你们是十二连环物什么人 我是十二连环物新任总舵主赵无忌 赵总舵主孤身前来 好大的胆子 难道你不知道我二十四把刀见了敌人不长眼吗 少庄主这样对待新朋友 会不会太无礼了 少废话 我霸刀山庄不欢迎你这样的朋友 我霸刀山庄不欢迎你这样的朋友 走 不如我们进去再慢慢谈吧 赵舵主有什么话便说吧 我爹卧病在床 霸刀山庄所有的事情 都有我来做主 少庄主果然年轻有为 胸襟广阔 思想也更加开明 所以我这一次 就是代表十二连环物 来跟霸刀山庄亲自道歉的 亲自道歉 公傲老舵主突然间暴毙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心表抱歉的 人都死了 还说那么多没有用的干什么 但是那群结我新娘的劫匪 我霸刀山庄 一定不会放过的 少庄主 我已经帮你查过 他们全都是一些远道而来的商人 因为知道公老头好色 于是就劫走了唐姑娘 想讨一个行商的方便 那现在又如何 少庄主 在下已经自作主张 没收了他们商队的全部财产 并已经把他们押回长安 不过我留了他们一条狗命 因为他们的商号建立在长安城 如果我杀了他们 恐怕会惊动朝廷 继而会连累了十二连魂物 和霸刀山庄的名声 我这样的安排 不知少庄主意下如何 你这个总舵主 倒挺大方 冤家一解不一结 其实千错万错 都是我们这些当家的 重发下人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这次来找唐姑娘 希望能够跟她当面谢罪 还请少庄主多多包涵 这 少庄主 其实这一次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希望你统计一下 这次灾难里死难者的人数 我知道他们很多壮士 都是有妻有儿有女 我也申表抱歉 所以我希望能对他们 尽一点薄力 能给他们多一些的帮助 少庄主 请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诚意 那就不必了 这点钱我霸刀山庄 还是赔得起的 少庄主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推辞 正所谓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绝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就谢谢赵庄主了 少庄主 我看这样 请允许我跟唐姑娘 当面谢罪 我还带了一点薄礼 祝你们两个新婚美满 很遗憾 他不在庄中 我只能代他谢过赵庄主了 当初我曾经通力协助 叶姓的兄弟救回了唐姑娘 唐姑娘 现在不是应该跟你团聚吗 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小职业应叩见唐老伯 怎敢劳动老伯亲影状外 贤侠亲戚 实在是事关重大 老朽不得不飞鸽传书 令贤侄一路封尘 安马劳顿哪 倘若此人身份属实 当了却家父生前 最大一桩心愿 如此甚好 走 人就在炎舞场 请 人就在炎舞场 人就在炎舞场 五弟 真的是你吗 我是你大哥叶英啊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大哥 这就是叶凡 在大唐江湖里的大哥 大哥 五弟 我找得你好苦啊 你真的不是叶家的五公子吗 我跟他们编的那些故事 你信吗 信啊 你说什么我都信 你说我未婚妻吗 五公子 你们正经一点吧 经常这样乱说话 我总是不记得你就是唐小婉 不过不要紧 等我解决了那些黑客之后 你回味一下现在这个时刻 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啊 你再乱说我就不理你了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对了 你大哥居然来了 那你 是不是很快就要回藏剑山庄了 藏剑山庄很远吗 其实我也没有去过 不过我听我爹说 他跟你爹是好朋友 但是多年来都没有怎么来往 我想应该挺远的 你想我怎么 天下无不散之沿袭 那你既然找到你的家 我想 我也很快要回霍刀山庄了 跟柳靖涛结婚 他已经派人来催了好几次了 其实 我也不想离开你 开拓者讲过 所有感觉都是真的 视觉 触觉 听觉 所以我不会让他有机会跟你结婚 我一定会在唐家宝里保护你 直至我们解决黑客为止 你在乱说什么呢 柳靖涛 霸刀山庄 是江湖的正走门派 如果你打我的主意 你就会成为全江湖的公敌 你 被别人追杀的 公敌 总之我决定了 我一定会留在这里 保护你 好不好 傻瓜 不行 恶人鼓这妖女不出 我心中难安 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乱子 去把那妖女处理掉 去把那妖女处理掉 现在就去吧 去 现在就去 是 走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婉 五公子 有些话要跟你说 进来再说吧 你找我什么事啊 为了留你在家里 委屈你了 你不用道歉 只要你明天 跟你大哥回藏剑山庄 我再回到柳狼身边 那这一切 就可以结束了 我想你不明白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再复杂的是 我们都是要分开的 你不能背上 剑色七一的恶名 那你在江湖上 就很难立足了 我也不想看见你这样 婉儿 婉儿啊 爹 师伯 叶贤之 婉儿是许了人家的人 你在她闺房纠缠 寓意如何呀 传出去 让婉儿如何做人 老夫颜面何在 你误会了师伯 男女授数不侵 不懂吗 误需解释 快快离开 唐傲天 十八年了 咱们该见面了 这个妖女 终于为唐家宝 招来了大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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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发生什么事啊 他就是雪魔王一峰 武功盖世 我唐家宝所有人加起来 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 先知 婉儿房中备有暗盗 老朽将婉儿托付给你 无论如何保护好婉儿的安全 快 从他的暗盗逃 走吧 走 是 老爷 少废话 把所有人集中起来 准备迎敌 是 走 小小小 小小 我的 你 我 4 5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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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滑 滑 爹 滑 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小婉 听话 你放开我 我要去找我爹 你的那一朝半夕 出去就是送死了 王一峰 少给我耍花招 快快现身 先来受死 爹 唐老贼 十八年前的威风哪去了 竟用女孩做盾牌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她就是老夫制你的法宝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竟然在小孩身上做文章 我 我求你了 我求你救我爹 你答应我快点走 我一定会救你爹的 去山牛 呀 我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如果五公子一直不醒来 女儿要一直陪着她 直逃她恢复过来 孤狼化身的叶凡 为救唐小婉和小叶子 在恶人骨魔头王怡丰 血洗唐家宝时被王怡丰所伤 失去现代人的记忆 那么叶凡在虚拟的大唐江湖 能否救回她的女友宁心 对霸刀山庄和唐家宝的死难者 做出补偿 马上从十二连环物理调取资金 对她们的家人多多帮助吧 我说的话你听清楚没有 是 晚辈见过柳夫人 山庄的事 还是 让柳老庄主她身心受创 晚辈 惩惶惶惩恐 心里面 觉得好难过 俗话说 愿有头 债有主 此事 乃公傲老贼所为 如果霸刀山庄 把仇恨 算在总舵主身上 是没有道理的 如今我家老爷 已经不能主事了 可是我涛儿 心胸宽阔 愿意和你们 消弭仇恨 共享江湖太平 我也没有意见 只是希望你们 不要辜负了我 涛儿的一片苦心哪 柳夫人大意 我赵无忌 心存感激 多主快快请起 柳夫人 赵某还有一事相求 希望您可以答应 赵总多周 何故如此大礼 有话请讲便是 夫人 十二连环物 跟霸刀山庄的仇恨 已经化解了 而我 已经把柳少庄主 视为兄弟手足 我应当尊夫人 为我的母亲 可以拜为干娘 希望夫人可以答应 舵主啊 你可真是折煞老身了 你贵为舵主 这如何使得 干娘的这一番话 我就当作是答应了 干娘 请受儿子赵无忌一拜 干娘 我已经跟荆涛两个 排定了长幼的次序 我比荆涛大两岁 视为长兄 荆涛为弟 娘也应该视我 为亲生的儿子 从现在开始 我会和荆涛 好好地侍奉你 侍奉干娘 好啊 好 快起来吧 微娘又多了个儿子 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没想到 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 轻轻松松 就把这母子拿下了 娘 宇文迪 儿子 儿子行程匆匆 没有什么像样的见面礼 这是 我在波斯经商的时候 带回来的 一点点礼物 这也太珍贵了 嗨 就当是我为您 尽一点孝道 试一下吧 好看 娘 您带真好看 好看 好看 这一期 还好看 我 都不想看 都不想看 我 都不想看 我 都不想看 我 都不想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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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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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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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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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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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